大家好,我是小學 上次已經說過,下次會介紹這個站 這是蘑菇山站 第一條影片已經說過,有一些很漂亮的山 算是蠻特別的 我個人也第一次看到 這就是在這個站 都是灌成一般的惡特設計 沒有術細胞的人就是這樣 這邊是空洞,其實是預料會延伸的 如果大家記得,它的位置大概在蘑菇島儀勢 現在會發展西邊和南面 其實也不是發展最南的地方 也是偏西 所以將來會有條線在這裡建 然後向西 應該會經過這個 應該會經過這個 這裡對下一個站 我不肯定什麼 總之它會去到芬山河 芬山河之後會去北雪島 北雪島再向西走 北雪島有一個站 已經預留了一個位置讓它站 但今天未見過了 所以不知正常的 進去看看 不過其實上次也看過的 就是這樣 也是有幕門的 兩邊都是可以的 按不到 好 那麼就出去看看 其實呢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路軌設計的線 上面就會看到 旁邊會用玻璃來攔回 玻璃就是那條線的顏色的玻璃 都等了這個功能很久 一直都有這個想法 都是想著這樣去設計 一些主線或是特別的 就是這樣設計 但是它一直的有顏色的玻璃都不出來 最後都出了 就用了 下面就有那條線顏色的樣子 讓在底部也知道 究竟是 什麼 即是什麼一回事 即是哪條線 轉彎方面其實都用了一個新的標準 新標準 只多了一個加速貼櫃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它轉彎的時候就會停了 幾乎 不是完全停了 接著這個規模 暫時只限於由蘑菇到蘑菇山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其他位置還沒有 即使是新的 即是現在我們正在建造紅色線 暫時還沒有想到它是什麼 都不會用這個 不會用這個規模 你看到其實很短暫的 而且轉彎就會用這樣的方法 然後再打斜的車 不然的話 即是90度 很怪的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裡是雙層的 兩層這樣 上次應該都沒有來到這裡這麼遠 大概就是這樣 這裡也是 轉顏色的高位 上面的話就是兩格橫毛一格的橫毛 下面就相反 兩格橫毛一格橫毛 然後再加上就保留了這個下去的這條線 這條線一直都已經有了 這條1號線都算了很久 由一開始盤故初 就是擴充到這個無限世界開始 一直到現在 17年尾 也可以說是中尾 歷史都近兩年 所以都比較特別 想不到這條線 居然到現在 一直在建造 本來就用一格 即一格轉彎 希望大家喜歡 下一條影片就會一號線 全程 包含這個現線 所以 今天就不特別和大家坐一次 因為 過幾天大家都會看到 即是都會坐多一次 今天就完結一下 很短的一條影片 很短的介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